论坛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的论坛里面进来之后 上礼拜的东西都在这里 反正每一次每一次 我们有八次啦 理论上会有八个连结 那点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这边会有个完整的影音的YouTube连结 你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那就会跳到我那个清单里面 大概上礼拜讲到的部分都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有关那个合并 怎么样去合并那个工作表 那其实工作里面蛮多 就是说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希望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你合并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可能是一个总表 OK 那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要不就是你用那个 录制聚集之后 比如说我这边demo一下 清除的话呢 把范围 我用range可以把它清掉 那另外按下合并的话 它可以把一二三月的资料 分别把它 其实我们这边其实只是利用 这个按钮是利用录制聚集吧 比如说录一个一月份的 然后呢再做一些改写 那这程式部分 当然在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回去的话 强烈建议各位回去 一定要再把那个 就是做过的东西 一定要再复习 程式码里面 我们是单元式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当然呢 我们就是先录制聚集 这个按钮 然后录制聚集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 这边有1到8 那只是说 把它录完之后的话呢 改一下 因为呢工作表选取的话呢 理论上 你录的时候是选取 那个 但是如果你要修改成 那个回圈的话 你就不能用名称 不能用一月 你就必须用什么 1234啦 用数字 那将来可以把它改成I 因为I的话 For I等于1到3 它就怎么样 第一个选取 做一样的事情贴过去 第二个选取 选取 点到那个第二月 然后选取范围 再把它贴过去 那只是说呢 会多一个动作啦 就是向下一列 Obset 这个指令还蛮重要的 而且蛮常用到 如果说你希望在工作表里面 做移动的话 你可以用Obset 前面是先列 后面再拦 然后点Slay就可以 那把它合并之后的话 最后程式就外面在包个什么 包一个for回圈 For I等于第一到 那个蓄点抗 然后呢 减一 因为总表把它扣掉 那这个蓄点抗 这样指的是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然后做一样的事情 那不过 这边是用录制据I个清楚 那最后是 里面的月份的处理 后来我们是在这里面 加上一个for回圈 是forJ 因为你里面I已经被用掉 所以我用J J的话指的是从第一列到最下面列 如果它处理过的话 它的四串长度 就一定是大于3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 那我就做处理 处理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改成那个 民国年 那我们最后完成 大概是这样 最清楚 然后增加月份标准的部分 这个标准 那一样清除 那再来就是把资料呢 丢到那个资料库了 这个前面都做过 那最后是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那个 就是 一个进度状态力 所以把它合并之后的话 如果说旁边有个 SS资料库呢 你可以把它通通丢进去 但是你希望知道进度的话 那你可以跑一个这个进度状态力 这个怎么做 上礼拜有提过 而且这个做蛮多的 那什么时候呢 会需要用到这个进度状态力 反正你只需要 只要是有那个 需要等待的时候 尤其是等越久越需要 OK 我想你们将来应该会 如果是大量资料处理的时候 跨工作表资料很多的时候 就可能会需要等 那那个时候你可能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那个用表单的方式来秀 那最后当然 当然我们前面是录制聚集 可是如果说 你要合并工作表 你不要录制聚集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直接用VBA来写 可是直接用VBA要怎么写比较快 我这边demo一下 这个是用VBA写的 这边也是把它合并过来 里面基本上 城市大概没有几行 而且全部都是用我们基本的语法写出来的 不过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关键就是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 就是哪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第几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点copy 其实这个范围指的是 哪个工作表里面哪个range copy到我要放的那个储存格 所以你call过去你来源部分是要指定比较详细的 但是如果你要call过去你只要告诉哪一个储存就开始 那这地方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再加一个回圈 在将来判断说贴到哪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地方不是录制聚集的 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乱丸 这个不是录制的 不过速度感觉 他的好处是他点下去那个速度应该相对的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如果你用录制聚集会切来切去 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切来切去 可是要怎么利用VBA来撰写这个程式 关键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大概 我们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们从头来过 假设我今天我希望把一月份的东西帮我call到第一季的话 那其实基本的语法这样 假设第一季 如果你只是一月份的话 那你只要这样叙述 你就打一个shits shits的哪一个呢 挖壶 第几个第一个工作表 点什么呢 他里面的哪个范围 你告诉他 range 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范围 从一月份里面的A2 到他的E E31 如果说你假设我们先写成固定的话 A2到E31 这个范围我要怎么样 点coping coping到哪里 其实这个语法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好用 其实只要一行程式 就可以把一月call过来 基本上如果你有三个月 你干脆写三行 不用跑回一圈 也可以啊 因为其实说真的 写三行都跑回圈 跑回圈要4nets也要两行嘛 对不对 那你干嘛多 对不对 没比较快啊 除非说你的工作表数量是比较大的 那你跑回圈可能有意义 那么call到哪里呢 call到那个A2 我先把这个范围 我先把这个范围 第一季有没有call过来 然后应该可以理解啦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那个range的 什么呢 range的那个A2嘛 OK 好 这样就写完了 把1月份的东西 点copy到A2 这个A2前面没有加工作表 不过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啊 因为我现在游标是确定在这个储存 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说你不确定你到底哪一边的话 可能最好不然就在rangeA2前面再加一个 那个sheets的那个第四个或者range的那个第一季 这样比较不会错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把它run一下 然后F8好了 执行这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我只有call1月份 你会发现 call过来会不会 有没有发现 他马上帮我把整个范围的东西 全部call过来 那这个是1月份 OK 那如果2月份怎么call呢 诶 一样嘛 你想说Ctrl C 然后Enter一下 贴上嘛 那这边的话就是 2嘛 那这边改成 32 对不对 诶 2月又过来了 3月的话呢 3月的话再贴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改成3 对不对 然后range 一样的范围嘛 copy过来的话 应该是多少 32再加31嘛 63嘛对不对 应该没错 63吗 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这样 就是我先把它先 一样先把它清除掉 然后我的习惯 如果不确定的话 先打一个数字 然后先贴嘛 贴过来看一下 诶 暂停一下 32 那没错 再给它贴 诶 有没有 然后再往下看 诶 再来就62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应该是62 不是63 62 OK 然后呢 再把它cord过来 诶 好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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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像诶诶 是变得简单多了 不过 那你这样写也是没有错啦 只是说 可能你要注意几件事啦 就是你将来的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因为呢 这种情况刚好是每一个工作表都是31列 那OK 没问题 可是如果说它不是固定长度的话 那你可能要什么 用追踪的嘛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copy到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可能要用追踪的 所以我写完之后 当然呢 尽量还是 因为这个将来还是会有很多个啦 所以我们将来还是把它写成那个 写成什么 写成回圈 那写成回圈之后的话呢 再来 处理什么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写成回圈之后的话 一样是在这个外面 把它包一下 基本上我写完的 基本上就是在外面再包一个forI 等于什么 等于1到最后 shade.com 有没有 然后减1嘛 其实跟底下一样 nest 然后呢中间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把中间这一段把它丢上来 但是丢上来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删掉好了 可是需要注意两件事啦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向下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前面讲过啦 就是range A2 让它向下追踪 这个钱啊 不过就是需要多加一个什么了 好像call 少一篮 应该是G才 A B 应该是到E啦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应该是end 向下追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31部分的话 那就让它向下追踪 但是这个向下追踪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你可能还要再加上哪一个工作表 之前的话是直接range 直接就向下追踪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跨工作表 这边把E感到I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不可能说永远都call到A2 因为A2的话会盖过去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去判断 所以后面的话 我增加一个R end end什么呢 end end一个R R指的是哪一个列 哪一个列的话呢 我这边有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 那如果 这边的话 如果那个什么呢 假如说完全没有资料的时候 那我可以把它清空 假设我现在把它清空 清空完之后的话呢 那现在呢 如果A2 假设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R等于2 意思就是说 我从第二列开始 帮我把资料给贴 copy过来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从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加1 OK 所以这边多一个逻辑判断 主要是判断什么 应该要call到哪一列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写完之后 基本上 一样 我是建议按那个F8 主航主航来跑 那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他是1的时候 也就是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现在R里面是不是 A2里面是空的 所以他R等于2 意思就是说呢 我待会贴的话 直接从A2开始贴 再来的话呢 把这些讯息抓到之后的话 直接就从那个 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把它call到这个A2里面 OK call过来了 好 那下一个的话呢 当然 A2现在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所以怎么样 他会跳L10 跳L10之后的话呢 他向下追踪 那目前呢 31列 所以他把它加以 意思就是call到 从A32开始 那所以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资料 从第二个工作表 这个现在第二个工作表 里面的这个范围 call到A32 所以A32里面 现在从这个开始 那没问题 往下 OK 然后呢 那再来就 再来一样 就是三月 所以意思类推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最后当然会有个问题 就是跟那个上个礼拜 讲到就是日期部分 现在是1到31 可是会有个问题什么呢 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标准的话 那如果程式要再加的话 其实我主要是把上个礼拜 写过那个处理月份的部分 把它copy贴到这边来 上个礼拜写的东西 直接call过来 其实就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你把资料抓过来之后 你可以处理月份 那这个月份的话 一样就是把就是call一部分过来 然后一样怎么样 先判断说它是不是小于3 如果是就是把日期处理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是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日期的处理 等到call一部分 只有1月份call过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处理那个月份的部分 因为只要里面的资料 是小于3的话 表示说它日期是没有被变更过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改为标准的 然后换下一个 一直在一推 那这些都跟之前讲过的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再检查日期 检查日期就是2月29 跟2月的那个 2月的那个 29-30把它删除掉 那这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个我们合并工作表 上个礼拜有提到的那个 这个地方 我把它往下贴 所以如果你要找我刚刚写的那一段 那两段程式的话 你们可以到那个往下这边 可以看到在在哪里呢 在这边 OK 用VBA的Range 的Copy方法去处理 可以写完 我刚刚主要第一个 第一个是先写一部分 就这个 然后再去写一个回圈 那给各位参考 后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那也就是说 透过第一个 你哪个范围 点Copy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 再告诉他 call到哪一个储存格 只要一个储存格就可以 他就会帮你把 你指定这个范围的 所有储存格的那个 范围的资料 call到另外一个指定的储存格开始 所以他整个就把它贴 其实跟贴上 有类似的效果 不过相对的话 他如果跟那个Copy跟Pass 两个比较的话 相对起来 还是效率会比较高 而且甚至高很多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 就是如果你资料量大的时候 还是建议用VBA直接写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跑的会很慢 尤其是资料越多的话 那速度在